葡萄熟了这首乐曲 也是一首具有西域风情的乐曲 那么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 要注意第一段 要把分剧分得很明确 那么在慢版当中呢 要注意它的歌唱性 那么在线的时候 注意它的欢腾热烈的戏份 那么同样也是有华音的特点 那么在每一个句子的行腔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尾腔的时候 它会甩腔 那么在旋律进行当中呢 有些音呢是用滑揉 我采用的滑揉 同样也是揉弦向低揉 那么大家练习的时候 可以运用这些手法 还有呢就是在第一段的时候 它有一些像有反复记号的这样的 跟乐队的对答的问句 那么可能第一遍 二胡是强的 那么乐队回答的是弱的 那么也可以是 二胡问的是强的 乐队回答的是强的 第二遍二胡在带领他们是弱的 那么回答呢 也可以是弱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去布局它 那么在漫版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富有歌唱性的一个旋律 那么原来呢 也是在新疆流行的一首创作的名歌 那么旋律是这样唱的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它的唱词 也可以根据它音乐本身的这种歌性 感受到一种西域这种 新疆地区这种辽阔 无际的这种田野 还有蓝天 有白云 有牛羊 那么我们在演奏当中呢 要注意运工的这种绵长 那么我在行腔左手的运动过程当中呢 也进行了一点变化 像过去呢 我们通常演奏的执法是这样的 那么为了能够把具有歌唱性的 西域的这种特点表现出来呢 我在旋律的演奏当中 左手运用了一些滑音 那么这个滑音呢 有是回滑的 是由高向低 由低向高 或者是回滑连续地运用一个手指演奏的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那么我建议大家在演奏之前呢 先用歌唱去熟悉它 那么然后再用我们的手指的这个运动的过程 去模仿你内心的歌唱 我想会有收效的 那么在第三段再现的时候呢 这个二胡要演奏的非常热烈 具有这种舞蹈的节奏感 特别是还有一段旋律当中呢 配合乐队 那么我们是用拨弦 那么可以按着这个 这样的节奏去拨 那么把这种节奏当中的这种个性 这种重音演奏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在最后一段呢 这种欢腾的场面呢 大家也是要强调这种歌唱性 还有这种舞蹈性 像这样的这个装饰的这个旋律进行呢 像都有是一个骨干音 那么我们要把这骨干音的这种个性演奏出来 那么再加上它辅助的音去装饰它 那么这个性格就会很鲜明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 这个力度变化的铺垫 比方说这几个音 那么可以是全是强的 也可以是先强后由弱再建强 那么这样就有一种起伏出来 那么在这个最后的快板当中呢 我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也加了一些滑柔 当然这对于我们的演奏当中可能是会有一点难度 但是我想呢 经过大家的练习慢练呢 还是会起作用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对不同风格的音乐的理解 可以丰富自己的演奏 好 下面我就完整的为大家演奏一遍这首乐曲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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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